是所有現代有各式各樣的黑箱當中 最核心的黑箱 有這麼多的錢究竟在哪裡呢 各位 其實我當然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管道去理解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有非常多 國外的一些聯友 也在過去也給我很多的部分信息 其實我在看著他們給我的信息 特別從歐洲的部分給我的信息之後 我就一點都不驚訝了 錢花在哪裡 各位 我雖然現在並沒有是在直指 或證明說疫苗的錢花在 我接下來給各位看著這裡 但是呢 毫無疑問 否則這邊的這個錢是怎麼花法 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現在這個 對不起 我的手機有點小 因為這是臨時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拍不拍得到 這是一輛很彩繪的車 上面有Taiwan Can Help 非常的精緻 漂亮 然後這個部分是一個地鐵 當中包租的這個地鐵 也是Taiwan Can Help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 非常的一個logo式的 完全不知道幹嘛 是給網紅拍照用的嗎 一個logo也是Taiwan Can Help 然後最後這個真的就是網紅拍照景點 在一個湖邊的一個景點 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 在哪裡啊 美國 這個四張這個四張指在瑞士的日內瓦 哇塞 各位 我們要知道在歐洲 在歐盟國家當中 你要去做這種廣告行銷定點 包括車廂等等 你覺得是我們台灣 台北捷運站或桃園基捷 或高雄捷運的價錢嗎 那會是什麼樣的價錢 而且在這個當中都是長時間 還有這種是地標性的水泥建築物 所以我就問我的這個從瑞士日內瓦傳給我看 因為他是到現場看 他覺得好難想像 我們不是應該買疫苗嗎 為什麼沒有買疫苗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各位 這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出現單單在瑞士的日內瓦 這麼一個城市的幾個地方 而且就網友直接去拍的 我就估算 我就問我的日內瓦朋友說 我說因為他在那邊還是基本上是很 在那邊已經住非常久的時間 也瞭解在那邊的整個行銷 包括市場的宣傳廣告的費用 我說你現在看到這些東西幫我加起來 包括這些實際製作的成本 設計的成本 歐洲 而且是瑞士的消費 這個要多少錢 這個整個戰略要花多少錢 我朋友就說至少也要兩三千萬台幣 這麼多 這是我另外的朋友 所以各位我們來看 有關於這個部分 你說覺得會是外交部的預算嗎 現在沒有新聞局了 所以現在這個會是行銷預算嗎 整個國家行銷算在哪裡 所以在我看毫無疑問 而且這裡頭還有一個是當時 陳世忠到歐洲的時候 他當時的部分也在當時的 在歐洲當中他搭乘了這個列車 這個也是一個彩繪車的一個狀況 也是類似的 所以這些錢你覺得是哪邊出的錢 是外交部出的錢嗎 是我國駐瑞士當中的商務辦事處出的錢嗎 我講當然這裡頭就在宣傳 台灣的防疫效果 它當然是台灣的防疫預算嘛 所以光單如果我們這樣子不負責任 但是是粗略的 常識性的 來算單單一個瑞士日內瓦一個城市 還不要說瑞士還有很多其他地方 全歐洲有那麼多的城市 全美國 還有各國 而且再知道在國際當中是這樣子 還有媒體 各位 媒體是這樣 為什麼陳時中當時接受很多國家的 媒體的專訪的大篇幅 為什麼 因為台灣同時一篇投放廣告 花錢投放那些報紙媒體的廣告 搭配一個陳時中的專訪嘛 所以這樣子你覺得全部加起來要花多少錢 那絕對都是上億甚至幾億以上 我跟你講剛剛瑞士先生的國家 就已經超過兩千萬 可能三千萬 你就全歐洲要花多少錢 那這一些在看到的部分 在講台灣的防疫的部分的功勞 你覺得會是外交部的 對台灣宣傳的預算嘛 所以這裡頭我是就我自己 只是很局部的去連有 從歐洲的我的臉書朋友發給我 他們實際在看的 我覺得這裡頭其實就是 對於亂花疫苗的錢 絕對不會就只是我們天真的以為 就只有購買疫苗預算 周邊的各種的大外宣大內宣 當然也都是在疫苗預算裡頭 而這唯有到有一天有關於疫苗預算 能夠真正從黑箱裡頭見光的那一天 我們才可能知道全貌 你看 溫哥 佑正因為在總統大選前 這個有一個節目叫做博恩夜夜秀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這個節目 韓國瑜跟蔡總統去上節目 都有給錢 差很多啊 他們去上節目給錢 那我們來佑正節目是佑正給我們錢 是是是 謝謝佑正 裡面呢 在這個網紅過程裡面 蔡總統跟這個網紅拍片 因為我想把你寵壞 這個網紅去撩蔡總統 佑正你晚餐吐出來跟我沒有關係 我有點不舒服 我看可能連早餐都吐出來 因為我想把你寵壞 這個網紅啊 名字我就不念了 他說沒有中國台灣 簽約就有簽ROC 這實在太感人了 那這個觀眾朋友我們一樣去問 這是業配嗎 還是置入誰的錢 誰的錢 你如果蔡總統 你用總統府預算花這個錢 這樣就是跟我有關 你為什麼花的錢去搞這個事情 那這個重點 我就不管這網紅了 我不會追殺你 因為你不重要 你簽約簽ROC 你跟大陸簽約 你有辦法簽ROC 哪一個大陸廠商敢跟你簽ROC 你叫他出來 你叫社長不錯 你信嗎 那所以我為什麼看鴻海跟台積電的那個 那你們簽了什麼 你們是不是都是從頭到尾都是台灣地區 還是怎麼樣 要把話講清楚 又這種不明不白的疫苗 我不要 郭文哥我給你補充一下 根據就是我之前聽到的消息 包含民黨一些朋友透露的消息 就是說我們簽的應該是 台灣衛福部疾病管制中心 我們的台灣的代表方 我們的名稱是這樣 主體 對 他基本上是四方合約 上海復興 台積電 鴻海 他們各簽一份嘛 然後玉立 然後台灣 台灣衛福部疾病管制什麼什麼中心 我們的官方名稱應該是這個 因為當時林權就是這個 那聽說這個合約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的官方名稱代表應該是這個 台灣 他沒有中華民國 當然顯然是台灣衛福部 那當然這個事情其實當時在林權時代 就已經喬好了 所以大陸如果放行放得比 假設民進黨說真的 放行放得比當時東洋還寬的話 那這個基本上應該是不會變 也就是因為沒變 民進黨才接受 所以不會有ROC 我聽說是ROC是某顆0 我瞭解版本如果講錯請兩位 當然當然歡迎 這個合約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衛福部 衛福部跟鴻海台積電簽 裡面沒有上海復興 然後鴻海跟台積電跟香港復興簽 沒有衛福部 他是簽兩邊 所以就是高雄恩說的嘛 他的意思是說 我把他講完 我再講一遍 鴻海跟台積電他簽兩邊 一邊跟衛福部簽 一邊跟香港復興簽 香港復興是上海復興的子公司 所以我們的衛福部 有沒有跟上海復興簽沒有 中間人就是鴻海跟台積電 他兩邊都簽 我瞭解 這兩邊我都想看 右正我為什麼兩邊都想看 不是我有病 觀眾朋友真的有病嗎 我看起來像有病嗎 我跟你講有病的是這個 蔡政府出手 搞的半天是蔡政府出手才買到的 右正連續幾天講的都是錯的 你也好 上次兄講的也是 就是蔡政府出手 徐曉星都亂講 蔡政府出手 你看民進黨做這個梗圖 中國軌跡失敗 中國軌跡失敗 以疫亂台 混蛋還有中天 中天在這邊 如果說 右正如果說今天我們疫苗 買到最後是蔡政府出手 然後中國軌跡失敗 然後我們去打BNT的話 那我要買這種疫苗幹嘛 我這個疫苗整個過程 就被民進黨整個都扭曲掉了嘛 我拜託民進黨的朋友 你不要丟臉丟到大陸去 我還想去北京吃烤鴨 我不要抬不起頭 你們跟人家要疫苗 跟人家這樣卑躬去要疫苗 還去罵別人 還去消遣別人 然後你們內部的人還吵來吵去 你說謊我說謊 還給大陸朋友說 你們水平這麼低 觀眾朋友你要瞭解 我們這幾年被蔡英文執政亂向 習近平要感謝蔡英文 原來台灣這麼爛 原來台灣這麼亂 所以人家建黨一百年的時候 他們那個民族情緒很高 我們站起來 你們台灣民族有什麼了不起的 爛成這樣子 亂成這樣子 美國有什麼了不起的 國會山莊都在公益區什麼東西 就是因為川普拜登跟蔡英文 習近平說謝謝你們 我都沒幹嘛 你們就已經幫我圍我了 金正恩也說謝謝謝謝 你看民族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是有 我們今天如果買個疫苗 也要買得這麼的委屈 什麼都不能問 什麼都不能監督 你們買了我就感謝你 買了我就換大偷貼 沒有都沒有 什麼意思 我就這樣感謝你啊 你拿出來我看一下 我看不懂上志兄會幫我看 這到底有沒有什麼貓膩 你是不是出賣了我們 還是你真的跪下來了 還是我們是平起平坐 一個單純的商業合約 我沒有任何預設立場 可是你這種把黑箱蓋起來的 現在變成我是大腸花 難道我要去公佔行政院 跟公佔立法院嗎 不會嘛 但是我們要把話講清楚 感謝他們的善意 但是你跟大眾 佑正我的結論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問清楚 改天被民進黨賣了都不知道 我跟慧恩愛看的東西不同 慧恩很想看合約 而我是很想要看一個東西 佑正 你知道現在有太多民進黨 這些側翼 網軍還有網紅 對吧 他們現在全部都在攻擊BNT 對不對 就剛剛看了這些梗圖 我現在看到PBT上面就有人講說 他們現在大家會去追蹤這些傢伙 這些都在罵BNT 在罵郭董仁 很多很多 他們因為要知道 現在BNT很多可能會打18歲以上的 這些年輕人有機會 大家就來看這些現在在罵郭董仁 這些人有沒有去打BNT 很多 沒錯 我看不了我我對合約沒興趣啦 因為已經敲定了 可是我就要看這些傢伙 現在罵得最凶最狠的 還有包括現在有那麼多特權 還沒有打莫德納 尤其現在年輕人這些網紅 他們是不是跟我一樣 根本是死命的想要去打BNT 我跟你講 就要把他揪出來 我跟上志哥一樣 我也不想看合約 我想看總統府的施打名單 我想看總統府的施打名單 我想看行政院的施打名單 我想看總統官邸的施打名單 柯文哲 你快拿出來 你不是有 來 巧欣還在線上 來 巧欣也想看一些 巧欣也想看 我跟你講 我也想看 我也很賺錢 因為尤其是林權的 就是說剛才談到了 其實如果早在林權那一個時候 就可以買進去的話 而且林權他總不會是民進黨 所謂的中共同路人 如果那時候就可以買進來的話 其實現在大家都不覺得 早就有得打了 為什麼 因為根據 這是吳子家爆料 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民進黨還沒有人去告他 所以我想他可能有 可能是真的 對 沒錯 沒錯 他揭露了一個合約 那個合約裡面講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 那時林權去談的 從那個合約上面的文字上 他有交貨期限 第一季先給我們200萬 後面每一季給我們70萬 但他的價格 填200萬的時候比較高 32塊美金 後面開始每一季呢 是28塊美金 甚至比現在郭台銘 台積電 他們買的都還要便宜 所以變成說是一個很多能量 然後又便宜的一個方案 那時候民進黨就是因為 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上海復興 就算你今天是林權 你不是所謂我們眼中的中共同路人 我一樣卡死你 當時林權他還說 民進黨在吃他豆腐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想要去買BNT的人 每一個分藍綠的 不分意識形態的 他們都吃過民進黨的悶虧 那為什麼要去買疫苗進來這件事情 要處處的去這樣子去卡別人 去弄別人去吃別人豆腐呢 只是因為你今天是國民黨人 他認為你是藍的 你是郭台銘你是誰 他連林權他都是這樣子對待的 那時候就講到說 其中跟所謂的 其他的疫苗的採購有關係 那就又會回到另外一段 就是AZ的採購等等的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我同意剛剛豐哥講的很多合約 我也希望可以看到 因為這是一連串的 從最一開始的BNT的 然後AZ的 一路過來莫爾納的 很多東西其實可能是環環相扣的 沒有很多東西攤開來 就照他的時間去 我們沒有釐清真實的真相 以及到底誰在裡面 從中作梗跟搞鬼 他的目的是什麼 陳時中說 沒有看過合約上 有一季31、32塊的 可是現在台積業 郭台銘他們都買到了 31、32塊的 當時台灣說什麼 要四十幾塊 那為什麼價格會落差這麼大 為什麼現在去買的人 他可以回到當時 林權買BNT的那樣子的價格 你為什麼你民黨政府沒有辦法 為什麼你只要買兩百萬劑 你是為了護航國產疫苗 還是你是為了護航有人想要買AZ 你是哪一個理由 現在政府還是告訴我們說 可以給看 當時我們想要成立 釣月小組 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有一部分他們說 因為台灣會受到國際的壓力 會有外力來阻擋 可能會害我們買不到疫苗 那問題是現在不一樣囉 現在BNT的疫苗 台積業 國台銘他們已經買到了 這表示什麼 表說中國大陸 他根本沒有用政治力介入 去阻擋我們採購疫苗嘛 不然如果今天大陸不准我們買 坦白說 上海不行會賣給我們嗎 也不會 所以前面他們這一端說 不可以去開所謂的釣月小組 因為會買不到疫苗 這個已經完全沒有了 已經被揭穿了 已經根本不是事實 你現在為什麼還要去講說 沒有簽保密協議 現在還不公 不是為什麼 你可以讓會議權都要全開來 你可以讓立法委員行使他的釣月權 你讓民選的民意代理進去看 就像我們很多的一些機密文件 是可以你進去看 你不能拍照不能錄影 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腦袋 把資料記下來 這應該是沒有違法的 這是立法委員應該要的權益 可是現在民法的做法是 好啦他只能從意你去開個釣月小組 可是這位置沒有開機會啊 所以輝文哥想要看的合約我們都看不到啊 其實不管說紅海台積電的這個合約 我們成立法院裡面的釣月小組 可不可以釣出來 一樣可以嘛 因為政府進到政府的體系裡面去啊 捐贈給政府的合約啊 所以你中央政府 你就可以提供出台積電跟紅海 所有的文件給釣月小組看嘛 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困難 又是誰不想要把這個會議紀錄 不想把這件事情揭露出來 那理由又是什麼 這是很龐大的一個金額 很龐大的一筆數字 很龐大的確認人的錢 我覺得當然有必要全部公布出來 嗯 汶哥 三加十一沒有會議紀錄 會不會到最後跟你講說沒有合約 差一點就要跟你說 三加十一根本沒開過會 好不好 好啦 兩位要補充嗎 求新的說法 謝謝學妹 趕快去弄口罩好不好 謝謝小新 謝謝 趕快去買口罩 拜拜 好 來 台灣現在最缺的就是疫苗嘛 廢話 王翔真講廢話 對 就是講廢話 我每天都講怎麼樣 我要學習輝文歌 就是要這樣子 堅持己見 我管你 你講什麼 不算我來幹掉 不算我來幹掉 好不好 不算我來幹掉 有聽到嗎 來 7月12號 你們偉大的領袖 他已經假設 未來台灣進的所有 日本不要 美國不屑 歐盟一堆國家 也不願用的 疫苗進來之後 台灣人會非常樂意的 跪著謝謝民進黨 讓我們施打這樣子的疫苗 所以他在7月12號告訴你說 我們已經展開下一批疫苗 恰高的工作了 預計在明後年 各追加購買1500劑的疫苗 次世代莫德納3000萬劑 我看我聽到我真的長點昏倒 你... 台灣現在疫苗覆蓋率18%啦 今天18%啦 可能19%吧 你告訴我說 你接下來要買明後年的疫苗 我請問一下 7月還沒過完耶 8、9、10、11、12 我是要做什麼 我要打什麼啦 郭台銘的BNT進不進的來 什麼時候進來 進來以後多久打得完 都還不知道 你現在跟我說 你要買明後年的疫苗 你剛才跟我講說 你要買下個世紀的疫苗好了 說什麼消威嘛 這就是標準的 叫做生吃不夠還想曬乾 好 如果事情真如蔡總統或民進黨 想得如此順利 哇日本大哥哥送的東西 貴則都要舔乾淨 貴則都要打進身體裡面 OK 假設你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那我也請你先睜開你的眼睛 再用你的屁股想一想 看看現在那個天才大臣的預約系統 看看這個數字 再想一想你這個目的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來 全台灣到今天 757萬6990人完成意願登記 單選A牌的只有18萬人 700多萬就18萬人啦 零頭都沒有啦 2%2.5%啦 單選M牌的叫做55%啦 然後現在台灣只剩下通通都是A牌 然後你還要告訴我們 你要先準備明後年的疫苗 你可不可以先解決我們下個月的疫苗 不是A牌 A牌之外的疫苗 你能不能先解決 不是公委長說 美國又來30萬劑 可以打兩天 打兩天 那第三天呢 第四天呢 是不是又回到只有A牌 可以選的日子了 我們真不想過這種生活啦 好不好 我再告訴你更糟糕的 好就是我剛剛說的 中央廚房下令對不對 要跟你騙嘛 我們昨天講的偷拐搶騙嘛 繼續騙你 還有媒體一起幫忙騙你 來 某媒體 全台灣三級警艦 19萬人尚未預約 放棄這輪要跟320萬人搶名額 就是有320萬人搶著要打A牌 這是他的數字 他的算法 再來 指揮中心說 滿18歲的320萬人 願意接種 A牌疫苗 三週內全數接種的可能性很高 他說滿18歲有320萬人願意接種 這指揮中心說的 664萬人完成接種院登記 超過4成願意打AZ 我真的嚇傻了 這不是2%1%2%1%嗎 再來 320萬人可接種AZ 未來三週有機會全打到 包含任何媒體都一樣 我不批評 因為大家的算法不同 但你們這麼做 基本上就有一點沒有完全公開正確資訊 我是說真的 我是說真的好不好 來 他就告訴你說 要打320萬願意接種 然後願意預約什麼的有沒有 來 這個是說320萬人可接受 好可接受這三個字 我認同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在前幾天 把兩牌都選的人 在這裡看到沒有 就是A牌M牌我都可以 就是320萬人 再加上上面十幾萬人 他就告訴你說 對全台灣有320萬人 願意打A牌 請問各位這個資訊是對的嗎 當然不對啊 這320萬人 你怎麼知道會有多少人發現 只有A牌他就不要了 當然也有人會真的 他就打了A牌對吧 但無論如何 你都不能用320萬 去概括的計算 全台灣700多萬人登記 有320萬要打A牌 這些通通都是奇怪的說法 基本上我都不太能接受了 現在台灣疫苗真的夠了 你確定夠了 你確定不用多了 民進黨開記者會 算給大家聽 我們疫苗現在總共有4000多萬劑了 全台灣人驗打兩劑 這個疫苗覆蓋率高達97%啊 然後很多媒體 都跟著他做新聞 說你看我們有4000多萬劑疫苗 都打完會有97%的疫苗覆蓋率 然後很多台灣人就說 哇真的我們疫苗那麼多 打完那麼多 不用擔心啦 可以解封啦 可以出去玩啦 民進黨你們立法委員看的 記者會一樣沒有揭露完整資訊 你告訴我們有4000多萬劑 我知道啊 我也告訴你 我以後會住地保啊 我也告訴你 我以後會買法拉利啊 但我現在就沒有嘛 民進黨就是這樣 欸我們以後要住地保 大家住地保啊好棒喔 那拍誰我們現在先租房子住 對現在台灣就只能租房子住 因為到貨的疫苗 不算今天的就700萬劑 你沒有講沒有說清楚 你就弄一個4000多萬的數字出來 就是在瞎糊弄台灣人嘛 好現在磁劑的500萬 包含國民黨 現在有四個縣市 要幫忙也想幫忙買疫苗啦 也想幫忙買疫苗 但看起來除了磁劑之外 其他大概都可能難產 這張堅強我要告訴你的是 蔡總統一聲令下 民進黨不停地創造一個氛圍 叫做台灣的疫苗很夠了 不用擔心了 我們真的疫苗夠了嗎 真的很夠打了嗎 這個短短的 我們要請上智大哥來評論一下 其實接下來我覺得 從7月份開始 零零星星一直感覺 你知道這BNT能夠買到 哇三方加起來1500萬 莫德納包括AZ送來的買來的又一大堆 其實我想在早前的節目裡頭 我們就已經預言說 民進黨這個操作這種波段式的 感覺疫苗陸陸續續有到 一直感覺有到 然後這種來蒙蔽人們 社會大眾的認知 覺得好像疫苗沒那麼多 沒有那麼缺了 而且周邊都有認識的人 已經好像都陸陸續續在打 我覺得這個不就是 民進黨的這種煙霧彈 他們非常擅長的 而這些剛剛講的一些數字 為什麼對他們很重要 你知道這些數字本身 就是民進黨非常擅長的 我在先年在這個節目也說過 它是一種劇場原理 你知道他們就安排一個人說 我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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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很多人都有 大家說我要打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 這個部分都很多人都有這個意願 而這個意願的需要是誰滿足 或誰給予的 就是你來接受了唐鳳這個預約系統 去預約之後 政府滿足了你 我覺得造就這種認知的這種 就像訓練小白鼠 這樣子的這種認知作戰的錯覺 這是民進黨現在在這種數字 我說從7月份開始會越來越多 這種我們仔細看都知道有問題的數字 可是他就不斷的在這個用數字 作為他們在內宣宣傳 或者是覆蓋認知的這種很重要的手段 當然其實我覺得在這裡頭 很快就可以戳破一件事情 什麼呢 比如說我相信觀眾朋友當中 有很多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想打BNT的 對吧 就是我其實我自己壓根都不想打AZ 莫德納雖然考慮要打 可是現在BNT1500萬 我心中忍不住很庸俗 很頻繁的在盤算 台灣2300萬人口現在已經有些人在打了 那我BNT第一劑應該可以打得到吧 所以很多人其實是很想打BNT 因此很多人也還沒有登記的原因是 現在這個意願調查當中是只有AZ跟莫德納 他安排你可能就打了 也不知道如果拒絕 或者是放鴿子之後還有我們機會 雖然他說沒關係 可是我們還是想打BNT 因此如果BNT選項的時候 也許我們才去登記 因此這個數字沒有辦法在此刻 就去相信或就是確認 但是無論如何民進黨在巧弄這些數字 做成他們這種認知的這種熏陶 營造一個政府滿足你 給予你的這樣子的錯覺 這是一定會一直做下去的 來 人無可忍就不用再忍了 台灣人你也一樣 包含中天也一樣 我跟你說你真的有夠巧鬼 你NCC啊 你真是怎麼樣 你真的是要 如此剝奪台灣人 這個知的權利嗎 整天看那些親綠媒體 在那胡說八道嗎 你真的要做到這個程度嗎 你真的不怕報應嗎 來 中天被下架之後 很多觀眾朋友當然很失望 我可能不擅長用網路 我可能不會用網路 我們聽到了這樣的訴求 我們也希望可以在電視上面 讓部分的觀眾朋友 在其他中天頻道 看到中天的新聞 甚至一點點的政論節目 所以中天提出申請 中天綜合台今年1月底 就是我們被關台之後 向NCC提出營運計畫變更 那規劃增加播出早中晚三節新聞 還有一個晚間八點的政論節目 但是很遺憾 對不起各位 民不與觀眾 我們爭鬥不贏 來 第二次的審查遭到NCC駁回 他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 不符合營運計畫 你媽好咧 我都還沒營運 你把他說不符計畫 你這在講什麼 我有新的規定 新的做法 我當然會有新的計畫 你不能說你有新的做法 但是不符合舊的營運計畫 你是在講什麼啦 你是頭殼壞了嗎 來 說中天綜合台是綜合頻道 營運計畫應該是以 直播綜藝節目為主 戲劇節目為次 但這次的變更營運計畫 跟前項換照的負擔 及營運計畫要求明顯不符 懂了啦 來 第二點 我就更不能夠接受了 這氣死人 來 說南方大股東介入新聞直播 NCC說之前中天新聞台 NCC做出不換照的處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NCC認為 依舊南方公司的大股東 介入新聞直播 還有落實新聞專業自主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一再澄清了 這叫莫須有的罪名 你用這個爛罪名 來關了中天新聞台 再用這個爛罪名 去阻止中天的新聞跟政論 在中天綜合台上面 上架讓觀眾朋友收看 這種爛梗爛東西 你還要用幾次 來 中天有回應 NCC可以向蔡總統報告 報告總統 我們又完成了一次政治任務 東廠依舊在啦 被前置新聞自由 被前置言論自由的滋味 不會只有中天知道 中天同時也表示 將善盡媒體第四權的責任 跟全台灣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絕對不會退縮 如果你懷疑中天是不是說了 來 每天來看正常發揮 每天來聽霍雯歌 來聽上智大哥 我們會用行動 用我們的言論 用我們的立場 來告訴你中天是不會退縮的 當然感謝很多的朋友 包含侯友宜市長 蔡碧如委員 賴世保 還有這個夜秀委員 世保委員 還有很多很多 不分藍綠的朋友 來支持中天 那網路上也出現很多梗圖 說三立可以中天不行 NCC赤裸雙標 然後三立台灣台可以播新聞 八大綜合台可以播新聞 中天綜合台卻不行 難道真是得罪的蔡皇還想走嗎 其他綜合台都在這邊 看到沒有 人家真的是有播新聞 真的就是有播 有擋到 可惡 真的就是有播三集的新聞 早中晚都有 那為什麼中天不行呢 來 我們來看看 他給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目前有16家頻道 綜合台有製播三節新聞 有啦 但是這些頻道都是 105年修法前就開始了 那修法之後按照 衛廣法的規定 要製播新聞或特定類型的節目 要建立自律規範 因此現在必須按照此規定處理 要建立自律規範 所以意思是 我很不自律嗎 我很自律吧 我現在在網路上面 我剛有穿那個雞肉網紅 糾到人家 我沒有 我很自律的 我說純粹 我們不撒謊 只講真話 我還不夠自律喔 你要不要看看那些 在網路上到處指控別人 打特權疫苗那些媒體人 在網路上說年輕人好棒 好優秀 反藍 愛台 打AZ 結果呢 結果130萬變成6.3萬 他有道歉嗎 他也沒說話啊 正統媒體人就很自律 你不管他們 你來管我 來 混音哥 佑正這個蔡總統很貼心啊 當台灣的蘋果日報要收的時候 蔡總統還跑去找買家 難過 有沒有人要接手 然後有一些綠的老闆 來考慮一下你就知道 那三立的海董 因為海董聽說最近身體微樣 要保重 海董之前被週刊跟拍 去摩鐵開房間 跟民進黨的這個高雄的那個 他們自己新聞台的來賓去開房間 我請問NCC哪一台有播 沒人敢說 我跟你講 佑正因為我們在現場直播 我跟你講連中天都沒播 連中天也沒播 因為那時候各台的默契 上次哥以前在T台當主管 T台以前 我這樣講我也不怕 因為明天我要去T台 T台以前很多桃花新聞的時候 T台不敢播 我自己的主播跑去那個 然後我還播 被嚇死人這個也T台來的 拍一下這個也把T台攝影來的 來這頭對不對 佑正我們之前的新聞 所以你要聽 我都跟你講真話 我才管你三千 王八千的新聞 王八千 王八千的新聞三立有播嗎 沒有 好像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沒這個事啊 我們討論的老半天 沒事啊 連那個太魯的出事 他們也沒什麼播 好像沒事 好像沒死人一樣 我告訴你 所以佑正 因為我的看法跟那個不一樣 你今天這個東西你要了解說 我今天一個新聞台 他不是慈善事業 他不是公共媒體 我是大老闆 我花幾百億買一個新聞台 我什麼話都不能講 你NCC你根本就跟社會脫節嘛 你今天如果說你要要求媒體 完全的獨立以社會貢獻 那你應該去要求公共電視啊 你是不是要求我商業電視台 我江本求利利 我什麼都不能管 那我幹嘛 我今天花了幾百億 請佑正當 我是大老闆 佑正當我主持人 每天罵我 我都差一點你罵好了 我第二天就把你幹掉了 所有媒體都是這樣 到底你老闆還我老闆啊 你每天通過我開砲 我剛剛找王上次來主持啊 我是大老闆 我有我的想法嘛 我對兩岸的看法 對藍綠的看法 對政治的看法 我對社會的責任 是我來決定 怎麼會是你NCC決定呢 那誰來決定我的生存 是觀眾朋友來決定我的生存嘛 廣告客戶 這個新聞台辦得不錯 這電視台辦得不錯 你們來抖內我嘛 你們來 怎麼會是NCC來管呢 大股東大老闆 關心他的電視台怎麼走 那個是常識啊 你說通通不要管 通通獨立 又是我講一個比較得罪人 你告訴我哪一台沒有干預 哪一台的手沒有伸進去 你恩師傑你講啊 那我來去跟那一台鞠躬說 你們老闆是有厲害 完全都放新聞部自己去處理 不可能 你相信我這句話 不可能啦 每一台都差不多啦 每一台都差不多啦 只有不演的新聞台 還有一張 你來聽聽這個委員說什麼 來 就問你嘛 為什麼我們不行嘛 那他說你們不符合自律規範 為什麼不符合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跟你講連新聞都不看 說你們我們轉到網絡上以後 都還被質疑製造了許多 不公正拼搏的新聞 你都幾條你也說一下 你也講出來聞香一下好不好 來 委員 最近一兩個禮拜被高端公司提告 那是朱凱翔啊 這不是朱凱翔被告嗎 對啊 那干你什麼事 因為高端寫說 這個朱凱翔這口 是那個中天的前員工 新聞是 他是東X的前員工 我給你稍微報告一下 委員 他離開中間是跑去東X 所以他是東X的前員工 中間是他的前前工家 所以要寫最後之力 也是寫東X 你這都搞不清楚 你還說要告當委員 把這拿來當理由 白癡啦 真的 那有許多民眾反映說 你們在疫苗致死這個議題上 其實也沒有做到公正 跟正反病成 你也好咧 我把數字拿出來 我要正反病成什麼 我不是醫生 我知道他怎麼死的 我知道是否煮死去 還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我們告訴大家 有這個數字存在 有什麼錯 我要正反病成什麼 我要正反病成什麼 又正你還被下架 你還記得嗎 對 手都斷掉 我還被下架 對 我那集還被下架 你沒講到我真的是 我跟你講 從他們講這個話 你就知道就是他們搞的 那集被下架就是他們搞的 不然還要正反病成 我要正反病成什麼 我又不是醫生 我要正反病成什麼 你跟我講 我如何知道他是因為疫苗 還是不是因為疫苗 你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有這種 連朱凱翔 上個公司叫東X 都搞不清楚人當委員 才搞成NCC這樣子 東X 未來… 在採訪中 在場的疫苗 也會病還說 這裡不會辨人